第二讲我们就讲这个 第一讲我们已经说了二进制可质询程序 直接能下载它就下载它就最好了 然后第二讲我们就讲C语言的代码 C语言的原代码 然后最典型的C语言原代码应该是 刚才我把它给隐藏掉的那个temp下面的 就是这些东西BWA312和BCF12 在这个系统里面它都是安装成功的很容易就安装成功了 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都在这里 然后如果我现在是重复一下这个流程 它也是很容易能安装成功 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安装 你都需要找到它的网网去下载 那我在这里就make一个dirbwa 那么copy就不用下载了 因为我这个temp里面其实已经下载好了 7.1.15 我copy到这里 减压看 iXVF是固定的 bj2用j bwa 不行 move bwa 到bwa 下载去 iXVF是固定的 bj2用j 然后它解压开 然后如果它没有redme 如果它有redme 我们就看redme 通常我们是希望它里面有一些 但是它最明显是说明书 通常我们是希望有一些安装手册 它这里说了 gate clone 就等于你下载这个压缩包 是一模一样的效果 进去之后 它说了一个make就可以了 那么通常这时候我们就make make make之前你就需要知道你的make在哪里 以及make版本是什么 当然你不用每次都检查 但是你要有这个概念 你在干嘛 你使用了什么东西 使用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些概念是一定要知道的 是吧 所以我们make一下 通常尽管它 都会make成功 因为你们用的是我的服务器 我作为一个深信经验那么丰富的人 通常嘛服务器配置的非常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make就出现了 你可以看到说明书出来了 代表成功了 如果你随便乱点一个 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help文章 有没有没有 但是比如说这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给大家看一下 它只有 总共只有20个G 现在还只剩下3.5个G 是吧 那这个服务器就属于酱油服务器 没有你去给它做配置 没有配置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在这里来试一下 make dir bwa吧 进去bwa wget bwa bwa这个代码 我就不去主页了 但是我这里也给主页给它看了 你找到下载地址点右键 复制它的链接就好 bwa应该是下载很快的 不管是什么服务器 bwa get都不行吗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s的问题 我看一下在这边能不能下载 会员点错了 有可能是复制链接的时候复制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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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啊 这个小服务器能打配get都有问题吗 这个小服务器能打配get都有问题吗 这有点尴尬 嗯 不要紧 不就是要这个东西吗 顺便给大家讲个s copy s copy s copy 刚才这个我下载在这台电脑了 s copy s copy它到哪里呢 到刚才这台电脑 每台电脑都是一个IP 这IP不一样 这个IP是 好像是这个IP 你去它最开后也能看到它的IP 123 100 s copy它到这个IP的这个地方 这个太绿了 我估计 用冒号分割 这就是把它给copy上去 copy的时候要输入密码 可以看到它在拷贝一个文件过去 拷贝的速度还可以 这个拷贝的速度取决于两台电脑之间的联系 这台电脑你可以看到这台电脑是我们现在这台电脑 都是怎么有这么多文件 都是几个T的 这边这台电脑可以看到都很小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也拷过来了 我不知道它这个电脑为什么这么绿 需要配置那个环境 我们这里不管它 我们解压开看看 TA我们刚说过XVF不变 接这是备下来的 解压开之后就进去 是吧 进去之后我们应该是要make make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报错了 因为这个新的服务器是缺东西的 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出现意外 不小心通过了 我也没办法 好像还真通过了 这个太尴尬了 那我想找一个不能通过的电脑还不行 Sumptor可能会报错 我们来把Sumptor也考过来看一下 Scopy 我们正在考Sumptor 考的电脑大部分软件都能够编译成功的 原代码就是如果你不能下载的话 你可以通过各种拷贝或者直接通过FTP服务器把东西上传上去 又考到这里来了 我们来看看 tom tom xvfg sumptor cd sumptor 一般来说BW能成功 那么这个也是能成功的 但是也许有例外 我们就是要找这个例外 希望它报错 报错我才有解决的途径 好像成功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好像又成功了是吧 这很尴尬 最后再安装一个软件 比如说我们安装这个 我怎么能把系统的那个 用Cmake呢 我看一下是哪一个 这个BW需要Cmake 而这里是没有Cmake 看一下 你看之前三亿集我们的这个软件下这么久才下载完 但是它好像还有一个z4 有z4不知道是下完还是没下完 有z4好像是下错了 下载失败了 因为正常听话家不会有z4的 这每个信号都是有意义的 你们去听马格林那个字就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以前没看到这个4 所以我刚才看到我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我并没有去学 因为我在安装的软件足够多 所以我通常都知道它应该有z的0或1 有z4 我也是第一次见过 可能是因为我们网多实在是不行 C缘的代码 一般都是config make make instore 我们看一下 刚才刚才大家比较有疑问的这个代码该怎么办 plot软件 plot其实是这样的 当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plot这个软件 它是属于ucsc的 这个知识点怎么来呢 这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 还只能是 还真不好来 这个知识点你们其实应该 在这个 在这个终身学习方面应该掌握 你们要自己去看一些生物芯片测序技术的历史啊 然后 这个ncbi eassemble ucsc 要经常去灌一灌的 这就更加跟灌自家后院子一样 灌手了你就知道了 还有这些数据格式你也要多看一看啊 因为你每个软件使用都要跟他们打交道了 还有你要去了解参考基因组啊 还有就是了解一些基因是什么 了解一些通路是什么 还有最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解题报告要阅读 要知道别人对一个主学数据做了什么 哎呀我们不不跑题了 回到这里了 哎呀是我们断碗了是吧 那我怎么一个不赖的就打不开 难道也有一个ftp吗 好了 download 终于知道 为什么你们找不到 它的下载方式了 因为blight 它本身是一个英文单词 而且还是一个 很出名的英文单词 是啥英文单词 我怎么能这个都打不开 blight是一个英文单词 可能是油库或什么的 可以看到很多 跟其他blight相关的东西 我们这里要找的是 我这里的一个网页都打不开了 除了什么问题 google plus blast的我们知道 可以在这里下载 blight呢 它说可以在这里下载 这一个压缩包 你们找到这里来了是吧 但是you can also get the pro-compare的 binary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从这里找 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 找到这一个链接 这只能 看文凭 我们叫币 找这个inux x86了 找找blight 是吧 这里有个blight 进去看看 这里有个不耐的 看到没有 4.9兆 看到4.9兆的时候 你们想到了什么 对啊 一般只有打包好的软件 才有这么大 通常的软件都只是一个 快捷翻式在那里 其余的就是什么C文件 投文件 各种杂极大大的东西 你看到4.9兆 你就知道 成功了 能下二镜子就下二镜子 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我们回到这里 我要说回我 make dirblite cd一个blite wget了 4点多兆 所以下载应该不会太慢 而且也不会出现 很大的意外 速度慢没办法 首先因为它是国外的 我们就等它下载 如果这个一下载 它这里面有说明书 blite怎么用 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吗 它会告诉你应该是 没有一个伪人力吗 没有关系 通常情况下 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说中文的 这一个教程就非常好 你们没有google的话 就很难收到 但是我不知道 blite使用 都写的blast 这时候 如果你说中文的东西通常 我们会建议大家一百度 肯定是有写过 不知道我写了没有 你看它就是 它就会有说 那它也需要一个database 所以它通常会建一个database 这个教程写的就太没有那个 好像就是两个发生q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先构进索引 它只需要运行就好了 这下载太慢了吧 我们先 先让它在这里下载了 我们继续讲二进子的玩家 还没有比较难安装的二进子玩家 就C元码的玩家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能就需要进下一家 看一下你们 刚才那个也是有C元码 这个是吧 这个里面是 C元码也是很好抓的 好像也没啥问题 可是大部分的系统已经有CMaker来了 C元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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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AR 谁是什么 SAMSAR 他最近买的国家 国家的二进子 叫ECA SAMSAR SAMTUR 怎么办 你说一下 SAL SAMSAR 哦,Simon是吧,比对工具是吧 好,我们来安装这个软件看看 192.168.1.104 好,Simon GitHub给你自己GitHub下来吗 这还是个老板们啊 找个download installation 它需要Cmake 还需要GCC大于4.7 我们可以位置一下GCC GCC 我们的GCC是7.3 所以是满足要求的 Cmake它只说要有就好了 没说版本 那我们就是有Cmake的 肯定是有的 这样都有,为什么安装不了呢 Dork安装 或者是去GitHub 它自己就Cmake不需要铝用了 GitColume吧 GitColume也是下载它 但是这个就很取决于网数了 好像网数还不错哦 这边这个应该是已经下完了 可以看到这个Blight是下完了 这时候你们发现它没有变绿色 但它又是个可执行文件 你们可以去加上一个X 这样它就变成绿色了 是吧 Blight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 据说它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好了 直接使用它就好了 如果所有的软件都这么简单的话 就好了 我们也不用这么纠结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系统 所以它们一般会有远代码 或者自己去用系统转 这个下载速度还挺快的 也就是说首先二进制是非常简单的 下载就可以用 然后C元码大部分也很简单 因为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至少我看到的这些软件 都没什么要求 SAML还没开始 那还在下载 BCFtools也没有问题 Maker就好了 VCFtools好像是有问题 来我们看一下 多搞几个地方 这样争取能找到那个错误 这样我们才能够调试 好 VCFtools 我再下载多久 试一下 嗯 我没写是吧 没写不要紧 它也可以使用嘛 1000多个软件 你们只是装的都不到100个 最多50个 所以你们的路还很长 慢慢来 只要找到规律都好说 啊 我变那么小 好 这个下载完了 再进一下 看一下这个里的密 这里的密似乎没有讲怎么安装 是吧 这是一个软件 Vidme没有讲 它刚才那个密似多类型 按照道理应该要讲的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回到这里 它这个DockCD 先make一个build 在CD这个build 是吧 build是空的 怎么是make 看一下 makeExtendCube makeCountry boost 我看一下boost在哪里 没有这个boost flag不需要管它 不需要加文件了 不需要加文件了 看一下还会报成的错 看一下还会报成的错 看一下 谢谢 下转的 看来 这是什么 的 是 我认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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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肯定是我们这个Cmake其实是出错了 If you don't have 我们是没有boost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加这个的 是吧 然后boost root也是没有的 Instore library也没有 所以我们管有Cmake是不行的 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 我们要加上这就好 我们试一下 是吧 好像东西多了 现在再make一下看看 7%8%怎么这么慢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那个VCF tools已经好了 所有的软件 ta zxvf 刚才我说了 xvf是必定的 z的话就是gz文件 ta gz 如果是bz2就一件 cdvcf2 这个是怎么装呢 这个我们先less一下web的密 他没有说怎么装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去看 好像我写的是make 那说明只需要make一下就好了 有makefile是make就可以 但有的还会要先点-config的 我make一下看这个会不会报错 再看一下刚才那个 百分之三四五 哦他报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去跟着这个报错一个个搜索 他这有83个issue 说明有很多汇报这个各种各样的错误 但是他们汇报的都不是安装的错误 而是使用的错误 如果如果上面有汇报安装的错误的话 通常我们是需要注意一下 看一看大家说什么 这个这个好像没有报错是吧 其他的都没有错 那所有的错误 我们只需要专心自制的解决这个错误就好了 这个时候他说需要用管理人权限来安装这些东西 假如你们没有管理人权限就不是很好办了 我们先用管理人权限试着解决一下 没有管理人权限就用那个空打吧 空打可以帮你们解决这些东西 空打就相当于一个管理人嘛 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比较复杂 你还得去一个个去了解 这个AutoMaker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空粉是什么 这个了解下去 就成一个程序员嘛 不像这种软件是非常少见的 大部分的软件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呀 你们遇到的错误不是只有几个了吗 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很多 二斤就直接下码 你只是找不到它的地方而已 C代码直接make嘛 make的话GCC啊Cmake make这些工具也都给系统管理人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管理人就在里旁边 你最好是跟他说一下 那么这些东西都安装了 我们再来make一次 先看一下安装完美 还在做 哇怎么要安装这么多东西啊 先试一下 35已经过了是吧 刚才35%已经过了 因为缺一个东西嘛 现在都不写百分之多少了 好36%了看看 没有35%的那个错误 我们已经解决了 是吧 刚才不是在35%卡死了 因为缺这个Auto Comfort嘛 这个也安装好了 他现在又搞这个事情 Copy什么这些那些东西了 那有可能又还缺什么 又缺什么就需要又解决什么 这个就需要你真的是0.9% 你一定要掌握好了 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搜索 所有的问题 而且你要学会的是Google搜索 因为中文的话 活跃的解决方案不是很多 就是英文的话 大家都很 很乐意给大家去 去解决问题 他现在是在下载什么东西吗 怎么会这么慢 那这个时间我们再讲点别了 Summon Tools VCF Tools 都已经安装好了 C语言代码的好像没有什么了 这个这个数字很复杂 我看到吗 我这是Python 我Python再讲 我看他把这个关了吗 我看他把这个关了吗 我没有关了 没有权限和缺库 这个是这个最好不要去解决哈 不要尝试着去解决哈 哦 我想起来了 其实我们团队上次录制的这个视频 好像是有解决方案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听 可以听一下 我想一下 应该是有一个shade make的解决方案 编译好的c软件没有问题 这个c原config 报错 编译核心c make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些知识 太慢了吧 42% 我们这个讲义说到过 说到过一个问题 就是体会这个网页板和命令函工具的区别 我们 但是我不应该在这里面讲 它又没有一个暂停键 特别尴尬 他说后面编译吧 也能浪费你们时间 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包括这个c原的代码是吧 再说 那接下来还有 比如说在后面之间你们可能还会 由此里面还有很多其他软件要使用 我觉得都需要自己独立安装的 因为这些软件是核心软件 比如说转入组就是这样 比对 比如说数数 数数之后再 把表栏栏综合 那可能用的是这些软件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软件 还需要去 去安装 到时候就需要自己安装 这个就结束 这个就等它自己装吧 46% 我们现在开始讲 python软件吧